不能有得失的念頭 心裏面有得失的念頭就錯了 心一定要親近 一定要污染 這就是地上菩薩 他們用心跟我們不一樣 心底親近平等 充滿了智慧 在這個坑墓裏面 他修什麼呢 他修親近善知識的活動 什麼叫善知識 我們世間人一定說 這個人有道德 有學問 做好事 這是個善知識 其實菩薩眼鏡裡頭不是如此 菩薩眼鏡裡所有一切眾生都是善知識 佛菩薩是善知識 妖魔鬼怪也是善知識 為什麼呢 他沒有分別 他沒有知處 萬發平等 善人那邊學他的善處 學他的好的地方 惡人那個地方呢 你看到他的惡了 不學他的惡出 他也是我們善知識吧 周圍要明白這個道理了 在中國歷史上 千百年來為大家所讚嘆的 岳飛 提到岳飛 哪個不曾經啊 盡忠報告 慶愧是個大壞蛋 害死了岳飛 沒有一個人聽到這個名字不恨他 還不罵他的 兩個都是善知識 你想想對不對 聽到岳飛 想到我們也要效法他 盡忠報告 聽到群愧 絕對不能做壞事了 你看做壞事的時候 千古罵名 換句話說 一個是從正面交給我們 一個是從反面交給我們 不都是善知識嗎 而且你在這個裡面呢 真正深切 清淨心 平等心 成就自己的德行 學問 道也 是這麼來的 所以這一句後面講 善有惡有 無二相寡 你明白這個道理 這一句話你才懂得它的意思 所以我們親近善有 應當沒有分別性 善才同志在《華言經》上參訪 五十三位善有 那五十三位裡頭 有善人 有我人 善熱婆羅門的羽恥 那不是個善人嗎 羽恥啊 甘露後王的凶恨啊 憎恨啊 那個憎恨嫉妒到了極處啊 法蘇密多女是個淫女 我們現在所講的妓女 善才同志 遇見他們全是善知識 他們三個人代表貪嗔痴 三度煩惱也是善知識 這個善我薄二 能走向薄二 你才有成就 為什麼呢 證明你的分別執著沒有了 在境界裡頭 其因念分別執著就二了 二就不是佛菩薩了 主要知道 二是凡夫 祝佛菩薩了 他所祈儒的就是不二 你看維莫經上講的 入不二法門 不二才是真的 所以不二法門呢 在華眼睛上稱它做 一真法界 一真 一真就是不二 不二就是一真 兩個講法 一個意思 怎樣才能夠入一真 怎樣才能入不二呢 盡忠的法門好啊 你看維托經人教給我 一心不亂 心不顛倒 一心 能辱 能正的 不二 一真是俗正的 西方極樂世界是一真法界 西方極樂世界是不二法門的 這個我們應當很清楚的理解 但是 一般的凡夫 實實實在在說 很不容易做到 我們讀經也讀了不少年 念佛也念了很久了 這個錯誤的觀念 錯誤就是二了 齊心動念 就落二三了吧 這三心二意 這個落二三 這個話不是隨便說的 二是講什麼呢 二意 三呢 是三心 三心二意 法相中講的 佛法裡面講 真心 妄心 真心 就是一 妄心 妄心才有二三 三心就是阿賴耶識 莫那識 第六意識 這叫三心 二意是講 第六意識 第七識 其實是莫那 叫意根 一個是意根 一個是意識 所以你才起心 才動念 就落在意識裡面去了 也就是說 落在妄心裡頭 不是真心 真心是什麼樣子呢 真心借出外面境界 決定不會起心動念 不起心 不起心不動念 不分別不執著 所以 真心起作用 不落二三了 真心起作用 清淨無然 決定不會有染無 祝福菩薩 他們的生活 他們與一切大眾相處 祝福 用的是真心 凡夫 二臣 二臣是講 神文元求 全教菩薩 還都是用三心二意 何況我們呢 我們明明曉得這個道理 實實實實在在做不到 日常生活當中 依舊是落在三心二意裡頭 那麼我們要想 成就就不容易了 這一點要懂得了 所以 佛家的五亮法門 許許許許多多的經論 裡面所講的 都是要用真心 你才能成就 你用妄性決定 不能成就 這樣說起來 但這末發眾生簡直是沒指望了 沒希望了 祝福如來 大慈大悲 看到我們這個狀況 特別開一個待夜往生的方門 祝福要記住 這個法門只有一個 八萬四千法門沒有待夜的 待夜只有念佛求生進度 就是這個法門 這個法門 古人稱它就叫門與大道 門是八萬四千法門 無量法門 無量法門以外的一條 修學成果的一條道路 所以稱為門與大道 我們如果不以這個法門修學 那麼你自己一定要有能力 做到六根接觸六成境界 真正是不齊心 不動念 不分別 不自主 你看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有這個本事 行 沒有這個本事 那是不能成就的 不如老師念佛 這些禮根寺 我們都必須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這個五二相才是真實的 有二相 這是虛妄的 第五個科目 這是五者 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修之求法業 諸所求法不可得不 修是修學 這個智是智理 我們一方面修學 一方面將所有的所學的 把它整理出來 作為一個系統的知識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科學 科學 科學就是同系的學問 這叫知 那你就是真正成就 成疾 拉出來了 用這種方法來求法了 譬如古來的這些大德 譬如古來的這些大德 他們研究經論 將經中的義訊 將經中的義訊 領悟了之後 他把它做一個系統 整理出來 整理出來 或者是做書 或者是做論 這個對於後來研究佛法的 那就有很大的貢獻 他們提出重複的參考資料 像我們現在這個大藏經裡面 實際上經 實際上經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經律論三藏 大概只占這個大藏經的三分之一 分量並不多 三分之二 都是列代祖師的駐足 這些駐足就是他們 修治求法的成績 提供我們後人做參考的 雖然認真努力在做學問 在佛門裡面做學問 諸所求法不可得 這一點諸位看了之後 好像又很迷惑了 為什麼求佛法 佛法也不可得呢 如果你以為真的有佛法可得 佛法就變成世間的學術了 世俗的學問 你在佛門裡面不會開悟啊 佛的真實意義你體會不到 你看我們開經濟 一展開願皆如來真實意義 如來真實意義 你是沒有法子體會的 為什麼呢 做學問還是用第三型而已 如果真的修行正果了 像我們中國古時候 許多祖師大德不是凡人的 佛菩薩再來的 那他們還用三星二一嗎 他們對我們說法 不用三星二一就沒得說了 我們又如何能等應呢 所以他要把他的智慧也變成石 跟我們交流 這個意思就彷彿像我們現在你看看 用的這些電器 照明的也是電 錄像的也是電 錄音的也是電 我們這個電呢 好像現在都是用的一百一十瓦的電 其實真正的電是不是這樣呢 不是的 適合於我們的環境必須把它變成一百一 就適合於我們的環境 那麼祝佛菩薩跟我們交流 也要把它變成我們能夠接受的這樣一個度數 跟我們交流那就方便了 是它變現出來的 今天科學家所講的不同的時空 三度空間 四度空間 四度空間 五度空間 我們現在知道空間 時空 確確實實是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維持 我們沒有能力突破 而佛菩薩它是一切不同的時空 它都能夠突破 而且都能隨意變形某一個維持 跟這一個空間 這一個地區眾生跟它們交流 這真的叫大自在啊 這是這些事 這種說法 現在科學家能聽得進去 他們肯定有這種事實 但是不曉得怎麼震益 佛法裡面有啊 有理論 有方法 非常可惜 佛法沒有能夠傳到西方 西方雖然也有佛教 宗教的佛教 迷信的佛教 依舊落在心意識裡面的佛教 解決不了問題 必須要離開心意識 你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 也就是說 要離一切妄想分別之處 剛才講了 一定要做到不齊心 不動念 不分別 不執著 你就突破了 然後想的 無限度的唯一次時空 時空啊 原來就是一針法解 說佛 一定要以這個為目標 萬萬不可以 在佛門裡面求佛報 那你就錯了 也許我們曾經聽人說 佛事門中有求必應 這個話沒錯的 實在講 不需要求啊 自然就有感應了 有一個求的念頭 就是分別之處 那就錯了 所以佛教給我們要發怨 要有怨 要有怨 但是不能有心 你想似紅似怨 怨度眾生 怨斷煩惱 怨學法門 怨成佛道 可是你不能有分別之處 如果有分別之處 你這個怨永遠達不到 為什麼達不到呢 因為分別之處是障礙 執著是煩惱障 分別是所知障礙 這是經論經常講的二仗 這兩種障礙 障礙你不能明心見心 除這二仗啊 這個新興就昇昇出來了 新興裏面 本來居足無量智慧 無量德能 無量才藝 一切都是無量的 是你自己 新興裏頭 本來居足的 一樣都不缺啊 今天我們講財富 無量的財富啊 幸得的流露啊 那在一陣法界裡面 我們看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一陣莊嚴 《華言經》上講的華藏世界 皮諾德納佛的一陣莊嚴 都是從自性裡頭自自然然流露出來的 這個禮跟四都很深 都非常微妙 我們只能夠去體會 不能去思維 不能去想像 一思維想像 就又落到分別執著去了 什麼叫體會呢 體會是沒有分別 沒有執著 那是用體會 那是用功夫啊 禪宗裡面叫觀照 不能用研究啊 佛家用什麼 參究 而不用研究 研究是什麼 是用意識 參究什麼 參究 不用心意識 叫參 一般叫研究 研究 是研究不出道理出來的 參就才能夠誤辱 所以 法要不要用功 認真 努力去做 雖然去做 心地依舊是清淨不染 為什麼呢 曉得法也不可懂 法也是原生的 既然是原生之法 我自己明白就好了吧 我何必還要把它整理 還要把它寫出來 現在你們大家的時候 做成錄音帶 做成CD 到外面去流通 何苦呢 何必呢 假的吧 為什麼還要這麼多人 大家認真 熱心努力去做呢 唯獨一切眾生 不是為自己 自己沒事了 因為 許許多多的眾生 對於這些四世真相還在迷惑 還在分別 還在支出 還在分別 還在支出 已經誤辱的人 要做一個樣子給他看 這種樣子呢 引導他誤辱 這就是大慈悲大悲 所以古往敬拜 這些祝福菩薩 祖師大德們 雖然知道這個是夢副寶寶 如露如電 雖然知道一切法不可得 他做得還挺極 bold 絕不消極 做得比一般人更认真更努力 那是教化重策 帮助社会大众 道理在此地 第六句 业无所得而为方便 修之常乐出家业 俗气写家不可得 这一句 他的意思很深 很广 绝对不是劝大家 统统去出家了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出家了 就想到你要找一个寺院去剃头 去当比丘比丘尼了 那么你这种想法错了 这个不是大乘佛法的精神 你看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 上悲往生的一定是出家二座沙门 这个是条件的 所以有人就说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上悲往生的出家人 我们在家人没份啊 可是事实上 你去看看净土圣行路 你去看看网生传 上商品网生的 在家人很多 没有我 那这个是跟经上讲的 不就矛盾了吗 经上讲的没错 你自己会错了意思 佛告诉我们 家有四种家了 出也有四种处啊 哪四种家呢 第一种就是现在大家观念当中 天哲之家 我们今天讲的不公产 你家里有土地 有房屋 有家庆眷属 这个是世俗人所谓的家 佛经里面叫天哲之家 这个家了 出不出 不要紧啊 不碍死 那没什么了不起 比这个更重要的 三界是家 三界就是六道轮回 这个是家了 你有本事处理六道轮回 那算是你出家了 这个与你有没有家庭 没有关系 你要能出得了三界之家 第三种叫烦恼是家 你能把烦恼断掉了啊 佛说你是真真出了家了 第四种叫生死是家了 第四种叫生死是家了 生死有年种啊 一种叫分段生死 一种叫变异生死 六道凡夫 两种生死都有 分段生死 这是我们寿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而变异生死 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化 一天比一天老化 青春不能永住啊 天天在起变化 变异生死 超越三界之后 你正得欧罗汉 正得菩萨成佛了 十八界里面的佛 分段生死没有了 这个六道里头的分段生死没有了 有变异生死 有变异生死 一直到等觉菩萨 他还有一瓶无名美断 还有一瓶的变异 到原教如来的国位 变异生死有两种生死都没有了 都断结果了 所以佛讲的这个家意思很深很广 出也是如此 也有四种 第一种呢 生出家了 像我们现在穿着出家人这个衣服 剃除虚乏 生出家了 心里面呢 还是想明文理呀 还是患得患实 那么话就是 你生出心没出啊 你心跟在家人没有两样啊 这个没有用处 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种呢 是心出生不出 在家居私修行 他生没出家 他有家庭 有这个妻子儿女 有田哲财产 他有 心地呀 对于这些五欲六成呢 他真正是一尘不染 真的放下了 一心去修道了 他心出家了 身没出心出了 真正有成就 所以这个除啊 着重在心出 不着重在神出 第三种呢 身心俱出 身出家 心也出家了 我们常讲啊 这佛门里面 叫祖司大德 身心俱出啊 身心俱出啊 第四种说 身心都不出 你们晓得是谁呢 你们在家居私 身没出 心也没出 身心都没出 所以这个除有四种啊 家也有四种啊 然后才晓得 无量寿经 上辈往生呢 这个除家而作沙门呢 不失将得深处 重要将得心处 沙门两个字的意思 沙门是凡语 这个意思啊 是情修界定慧 熄灭贪嗔痴 这种人就叫做沙门 出家人如果这样做 出家人就叫沙门 在家人这么做 在家人也叫沙门 这个我们才真正明了了 出家真正的意义 所以此地一定要明了 修至常要出家业 要是欢喜 喜欢修出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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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去世业家不可得苦 你的心才真正清净平等 出家不做出家相 修行不做修行相 这个高明啊 正是般若经上所讲的三论提供 所以他的成就 是无比的殊胜 第七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修至爱要佛身业 修至爱要佛身业 住相随好不可得 第七个科目 是要修学佛身 佛身是功得胜的 此地所说的三十二相八十度好 我们的相貌不好啊 你看看这个地方是粗地菩萨 对于自己的相好要注重啊 人家也看你这个相不好 就不愿意跟你学了 学佛学的这个样子 算了吧 兴趣就起不来了 如果学佛的人相貌好 这个能够楔受人心啊 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的 阿南尊哲 为什么发心修佛呢 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相太好了 他心里想 这个相不是父母所生的 是他修来的 阿南爱漂亮啊 他喜欢相好啊 所以出家跟释迦牟尼佛修不修 希望啊 学得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相好光明 那么在一半讲 相随心传 换一句话说 你修学佛法有没有功夫 有没有成绩 表现在哪里 就表现在你容貌里面 表现在你身体里面 现在这个社会上很时髦的一句话说 改变体质 是 学佛确确确实实改变容貌 改变体质 这个道理实在讲 并不难懂啊 世俗间算命看相都会说 相随心转 是 换一句话说 你的心真诚 你表现得像 真诚的像 心亲近 你的相貌一定清晰 心慈悲 你的相貌一定善良 这个一定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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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地清净平等 你一定什么毛病都没有 你一定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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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最健康的 自然值得什么呢 心 心本来是清净的 你要能够随顺自然的 那你心地清净吧 心是平等的 发而如是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你是奇心动念 人模是非 贪嗔痴慢 这都不是自然 你的心里头 本来没有这个东西 你看惠能大师讲得多好 本来无一无 活出热成感 本来无一无 就是自然的心 你现在这个心里面 东西太多了 不自然 违背自然的法则 于是乎毛病就出来了 你能够随顺自然 你能够随顺自然 不病不生 你能够随顺自然 体质能不能改变呢 能改变 你修清净心 你的体质就改变了 你生清净慈悲心 你的容貌一定改变 所以你学佛有没有成就 这个东西不能骗人的 完全在你的身体表现出来了 你怎么能够欺骗人 你只能骗糊涂人 只能骗外行人 明白人 内行人一看就晓得 你修行有没有功夫 你到达某一种境界 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身是以佛身最圆满 为什么呢 佛心最清净 佛心最平等 佛心最慈悲 所以表现出来是圆圆满满 金山长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 佛有广成谁相 广成是怎么修的呢 不忘语啊 佛在金山说 一个人三世不忘语 他的舌头撑出来 可以舔到鼻尖呢 释迦牟尼佛舌头撑出来 可以把面孔盖住 给你做证明 生生世世不达忘语 不早可言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江卫农居士金刚经讲义》里面 说得很详细 这个本子流通的很普遍 诸位很容易得到 可以细细去看看 他将每一个向好的应由都说出来 修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 三十二相是果报 目后这一句好 诸相随好 相是三十二相 好是罢是随行好 不可得不可得不 也是梦花抛营 也是不可得 不可得为什么那么要认真去修学呢 无非是劝导一切众生 断无休闲 因为每一个众生都贪爱 想好光明 都喜欢了 告诉你 你希望得到 我教给你 怎么样修你才能得到 你你都是为了度化众生 帮助众生 破迷开我历苦的路 没有为自己 说再讲呢 历他才是真正的自历 如果齐心动念呢 那以为这是真的 这个是利己呀 那就错了 那你所得的这个利益 就太小太小 微不足道啊 必须晓得这个相好 不止三十二啊 大臣经上长顺 像华也 这一类经典里面 称佛是 佛有五无量相 相有五无量好 说之不尽的 这是圆满信德的表现 第八个科目 第八个科目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修至开山法教业 法教业 所分别法不可得故 这一条啊 这一条啊 是说的 教法众生 前面 第五条里面所说的 修至求法业 这是求学 学成之后 一定要发心教学 才能真正做到 修复会命 弘法立身 这是佛家的思义 佛家指谁呢 每一个学佛的同学 无论在家出家 佛的思义是什么 佛的思义 与你们的生活 你现在各种行业不冲突 不但不冲突啊 决定有帮助 因为佛家的思义是界定会啊 菩萨的思义是六波罗蜜 无论是用在生活上 用在思义上 都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你学会了之后啊 你一定要传给别人 要教导别人 这个科目就是教学 修至开上佛 法教义 你将你自己所修学的 所领悟到的 智慧等等 无条件地去教导 愿意学习的这些善用 你要去帮助他 如果有条件地去教导呢 那就变成世间的买卖行为 这就不是佛法了 你看啊 祝佛如来 教化一切众生 有没有跟人家谈条件呢 我传授一个法门给你 要多少代价 没这个道理啊 你们去查大藏经 查遍大藏经 现在在外国 关顶都定出价钱的 关顶一次收多少钱 我在麦阿密奖经 那时候曾仙为君寺 来问我法师 你在这里收不收皈依 我说可以啊 那个价格多少啊 价格多少 哪有这种道理 查遍大藏经 释迦沃尼佛给人皈依 没有加钱的 给人灌顶也没有收钱的 也没有定出条件的 诸佛如来 对业切众生 真的是无条件 这个才是真正亲近平等救儿 而众生对于佛菩萨的供养 佛菩萨有没有接受 接受之后 立刻供养一切他中 从来没有说自己享受一点 没有啊 自己要留一点享受 就变成凡复了 为什么呢 他又有所得了嘛 明明四十真相是无所得嘛 他怎么会又有所得呢 有所得是六道凡复 无所得则是一阵法界的法身大四啊 我们今天说这一关很难突破啊 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一切法不可得 把德式的念头写掉 这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就不难了 最大的难关呢 就是这个观念没有办法破除 总是以为有所得 看看环境周边的人 所有的人他们都有得嘛 那我怎么会没有得呢 总是认为有得有实好像是真的 这是应该的 佛讲的无所得 那天说过啊 总是怀疑 总是觉得奇怪 你以这个怀疑的心 你怎么能修复 无量寿经上说过 你以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 这是必须要修学的 就是弘法立身 恕复毁灭 这种事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随时随地去做 这就告诉我们 随缘去做嘛 余下面呢 所分别发不可得过就相应 随缘去做 随时随地去做 遇到人念一声 南无阿弥陀佛 这也是传法 他听了很欢喜 这个法接受 他听到不高兴 不高兴他也听进去了 不能说不高兴的时候 他就没听见了 他还是一样听见了吧 听见就行了嘛 所以伊丽儿根永为道种 你把阿弥陀佛的种子 种在他巴士田里去了 现在他虽然不知道好处 总有一天他会发现 这个种子有用处 这个种子有好处 总有一天会发现了 所以由此可知 这个山羊大乏了 真是方便有多猛啊 我们要懂得随缘去做 去修 久之 也无所得而为方便 修之破交慢也 这一条在出地菩萨了 实在讲呢 这是大烦恼 在八法民门里面 二十六个烦恼啊 大虽一烦恼 仅次于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也 焦慢了 焦是骄傲啊 慢是怠慢了 傲慢了 这一种烦恼吸气 是我们修学 事处事发最大的障碍 佛是要我们断烦恼 焦慢你要断了 世间法里面 孔劳夫子教人 夫子教人呢 没有教你超越六道轮回 换一句话说 儒家教人呢 是在六道里面呢 修养得行 希望能够得人天的福报 他们的目的在出地 因此对于这一条呢 没有说断 但是他说 奥不可长 不能增长了 傲慢 这些圣贤人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 六道里的众生 每一个众生都有 你说这个众生 没有傲慢 那没有傲慢是圣人 决定不是凡夫 都有啊 不必要学的啊 贪嗔痴 那是 嫉妒傲慢 余生俱来的 谁去学这种东西呢 不需要学的 烦恼的 秦深 习气的 秦重 与过去生的 行业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 这些烦恼啊 是五十戒以来 累积的 习气 变成了今天我们学府 乃至于我们求生净土 这都是严重的障碍 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 决定往生 这个习气 不能不把它扶住 断 当然断不了 这是实实在在的 你要有理性把它克服住 让它什么 让它不起作用 也就是说 这个念头一起来 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 这个念头就压下去了 时时刻刻警觉到 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这些悟的念头换过来 你这个样叫慧念佛 而且知道 祝心圣法 不可得不阿 你为什么会基督别人 为什么自己觉得骄傲 基督别人 别人心圣自己不辱 这就是神迹的 自己比别人强 就骄傲了 你看看麻烦不麻烦 古往今来 中国外国 你仔细去观察 确实是这个样子 都是烦恼阿 这个烦恼吸气一定要破除 修之破交蔓延 最后一句 实者一无所得而为方便 修之恒地与印 一切与心不可得过 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段落 出地铺杀所修的这个十个刻目 幕后这个叫我们修恒地与印 恒是永恒不便 地也是真实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我们 一定要修学诚实与印 修世代人籍物 要讲诚实话 从反面来讲呢 不妄语 不妄语里面包括这 不念诗 念诗是挑拨是非 不其语 其语是花言巧语 说得很好听 目的是欺骗人 不握口 握口是说话粗鲁很难听 所以这个不妄语里面包括这几条 那么修地菩萨 末后一个坑萨特别强调 不妄语 除世代人籍物 堪称 在在处处都是以真诚心 对待一切人籍物 永远用真诚心 这个地方有个汉字 出地菩萨 出地菩萨 尚且如此 我们今天在促学 如果在言语当中 不谨慎 不能够克制 毛病习气常常犯 还是欺骗别人 还是调拨是非 华言巧语 我们决定不能成就 如果大家细心观察 我们附近常常接触到的 同修当中有很认真 很努力修持的 每天读经多少遍 念佛数万声的 一举一动符合结局 但是他不能成就 细细想的 想一想 原因在哪里呢 不知不觉 在口语里头流露出去了 迷俗修集的功德漏掉了 从哪里漏掉 嘴巴里都漏掉了 好